早安一下星期来看到宜兰绿色博览会迈入了第17届 而今年的第17万的游客竟然出炉 幸运的得主是来自台中市的黄诗雅小姐 而现场夫人林素云也代表了主办单位 送出价值超过3万元的五星级饭店的住宿券 送给这位幸运的黄小姐 欢迎中这位小姐就是今年绿色博览会的第17万名游客黄诗雅 黄小姐说她是第一次来到绿博 没想到意外获奖 而这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幸运 让她相当惊喜 我是第一次来的 然后是从台中约来找我唐姐 她是住在桃园 然后就想说就是因为假日 刚好他们也放假 所以就一起来这边逛这样 第一次荣获这种奖项 然后就觉得还蛮惊讶 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然后来这边就觉得园区很大 然后也第一次来就很有新鲜感 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价值超过3万元的五星级饭店住宿券 由现场夫人林素云亲自送给黄小姐 欢迎她前来宜兰旅游 非常恭喜我们宜兰绿色博览会 第17万的游客 因为今年是绿博第17年 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第17万的游客来到绿博 那今天很恭喜桃园 来自桃园市 桃园市的小姐 两位小姐 然后共同来绿博 那我想在这里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绿博 我们只要在7岁以下 65岁以上免费游远 那希望有很多的好朋友或亲戚 能够共同来绿博 享受春天浪漫的气息 县福指出 绿博是最适合合家大小前来参观的活动 接下来还有劳动节 母亲节等等连续假日 欢迎全国大小朋友攜手同游绿博 一起来寻找良心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